学期结束圣迪马斯词记人文学校举办结业典礼 小朋友奉茶感恩老师的付出 学校也感恩家长愿意和孩子一起同行学习成长 也学了很多 然后我的小孩子也比较愿意过来学 然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像词记里面教了很多 像大爱啦 还有就是比较不自私啦 今年得到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成于比赛第一名的园领 校长特地颁奖肯定 对于奖金他也有了安排 如果第一名拿到一百块 我就可以好好运用这些钱 比如说我就可以救助那些没有食物 没有衣服的人 这里的孩子不只是学到中文 更是学到人文 波特兰词记人文学校则是首次举办毕业典礼 三位毕业生完成词记中文教育 朗诵诗歌赞扬父母 我也是高人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 父亲的草人 母亲的儿 透过照片看着他们从悠悠班一路到毕业 十多年来的岁月也见证了此期在美国 推动人文教育的努力 谢谢这三位毕业的同学 因为没有他们对学习中文的坚持 我们今天的毕业典礼恐怕是办不成 解业典礼上亲子同心一起闯关 验证学习成果 增加学习的兴趣 也更加期待下学年的开始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宫 美国最后报道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宫